当初慕里尼奥到底有多看不上本子马 当你去打猎时 带一只猎犬是最好的 如果猎犬不在 你只能带着猫了 很显然 在慕帅的眼中 一刮鹰是那只猎犬 而本子马更像是缺少尖牙利齿的猫 这番发言彻底激怒了本子马 被惹怒的本子马当面找慕里尼奥讨要说法 而慕帅更是在会面中 握住了本子马的手说道 你得 他开始在健身房加猎 开始习惯在11年过去了 慕里尼奥眼中的猫不光战胜了猎犬 还捧起了金球奖 而慕帅也是罕见的认错 承认当初对本子马很苛刻 从本子喵到金球先生 本子马用谦逊与努力 战胜了时间 也战胜了偏见